这是 这是我 不 一唱就不对 这是梦梦里到过的地方 《萌探》的私访之周柯宇独家专访 主题问答特辑 时间暂停以及底 我喜欢《神雕侠侣》 里的那个雕 小的时候一直主要是看 杨过和姑姑的故事 万万没想到 刁也是他俩中间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脑力考验 一 这是 这是我 不 一唱就不对 这是梦梦里到过的地方 去渴望 去努力 去开启一切奇迹 听到全世界赞美 为了探梦 不对 哎哟 为 为了 探梦可以 赶走整片蓝天 中层层的乌云 感动探对爱情 天生不信任的恐惧 探是我 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 何苦残忍逼梦 把手轻轻放开 脑力考验 2 8除以2等于4 没什么难度 3加7等于10 3加4等于7 2乘以3等于6 哎呀真的好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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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盘石画局 挺开心的今天 最开心的应该就是放饭吃了 还没录最好玩的那个大逃杀环节 因为有僵尸 而且我可以变僵尸 涛哥他搞笑担当吗我觉得 颜值担当 搞笑担当 体力担当 就没有智力担当 智力担当 涛哥其实更喜欢就是 直接只给一点的这种 最默契的我觉得就是 涛哥吧 反正跟着大哥混 对 我就是当小弟 然后最不默契的 倒还没有尝试出来 你不是那边的人吗 甚至谁能猜到啊 都会羽毛 有趣 太有趣了 聪明天才 蒙炭的私访 只熬自一独家专访 主题问答特辑 那我必然选一个这个平淡 且无聊的人间百姓 不认识吧 性子就是这样的 先想去人物 那必然是景天了 很有名吗 他很经典 那他名场面 就是住宅那段了 轮回住宅那段 不要 好 好 脑力考验 光光千倍 哎 有趣 太有趣了 小蝴蝶变胖了会变成什么 这是脑筋指导玩不是答题对吧 啊 胖蝴蝶 发蝴蝶啊发服了吗 你不是那边的人吗 是说话也不那样 这谁拆到啊 不盘始化绝 会玩 玩的 还行 来之前倒是没跟朋友请教 跟朋友玩了几把 但是不是这种推力 就是那种海贝汤那种推力 不能吧 啊 搞得这么帅气 不能当咸咸包吧 就换个角色吧得 嗯 跟那个 村长啊 毕竟每次滑旋 我都能赢他 他就煞费苦心啊 那就是 呆的最久的 春仙 老师和 周克林嘛 那些点会比较有默契 我俩一起都解不开那个绳子 会比较默契 就肯定要拧个劲 我觉得 不能给我胳膊掰折了吧 我难道不更大了 没有已经在我的日程上了 快了 就快了 对已经在考了 啊没有不 没有进展那么快 我还在考科一 我还在刷题 那二没 那270分钟还没看满 我觉得我应该没没 凭我的知识储备 等我好消息 其实没有翻车 那只是 别样的艺术 他没有翻车 就是今年的话应该不会再尝试了 你就不轻易尝试了 那个 够点呛 因为他 头我有点包不住 他弄不出来了 他在我手里 煙幕 聪明天才 对 对 困于情爱这件事情 呃 显得不是那么潇洒 嗯 就到这儿吧 再唱下去显得就是有点太没面子了 萌炭的私访之里云锐独家专访 主题问答特辑 相对平淡 但 无才不行 无才不行 那就摩尊吧 摩尊 我觉得摩尊有色彩 困于情爱这件事情 呃 显得 不是那么潇洒 仙侠剧人物 仙侠剧名场面 花千古 我以神的名义诅咒你 我以神的名义诅咒你 我以神的名义诅你 今生今世 永生永世 对 脑力考验 耶 我换成萌 你换成探 ok 你给我听好 探看看大伙儿合照 就探一个人没有笑 是闷闷 是闷闷 是萌闷装傻 爱试探真的 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 耳朵成试探的心 同梦最爱的性命 不知不觉 梦爱的人 已经心 呃 就到这儿吧 就到这儿吧 再唱下去显得就是有点太没面子了 脑力考验二 二乘一三六 呃一加二点三 七 哎呦七七七 这个手 不太听话 把他除掉四 哎哎哎 刚 我就准备哎就除四算了 但是刚好问到四上面了 不盘实话局 最开心的时候 可能是屏幕板的时候吧 就是哇 好厉害我 我也跳得多了 对 对我也没想到 没有哎 这这游戏还挺新的 什么石头剪刀布反着来 我在底下看我觉得 这挺简单的 好简单 为什么会一直出错呢 难道都是卧底吗 自己一上去 连错三四八 嗯 那姐 我们都有很很强的求胜欲 正义的使者 一定要找出那个碎气之人 写在脸上的那个心情 就是碎气之人是谁 我们一定要赢得比赛 然后拿到线索 第一次演十几岁 第一次演高中生 不得不承认有一点点吃力 但是我觉得 也是圆了我一个 演校园系的小 小心愿吧 对 嗯 这个 其实我都是看那粉丝朋友们 说萨摩耶比较多一点 可能我平时比较爱笑 萨摩耶可能一张嘴就比较像 那个比较像笑一样 因为周杰伦是我的偶像 就是只要能跟他合作 无论以任何形式 我都非常的愿意 那个小丑居然是我 萌摩的私访之刘令姿独家专访 主题问答特辑 我自己的话 应该是小兰花那一句吧 对我会觉得爱 其实可以打败很多东西 而且我今天刚好扮演的 也是小兰花 对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三十三十十里桃花里的 素素跟叶华 这一对 明场面挖眼镜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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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 很爽 看着爽闻的感觉 一般就是这种问题 我都会统一回答周杰伦老师 因为周杰伦是我的偶像 就是只要能跟他合作 无论以任何形式 我都非常的愿意 脑力考验 无 无美子讲 我替换成 我给你一个替换成大 弹浅浅的微笑 就像无美子讲 因为 太美 歌害羞的反应 嗯 16时有点长 时差总 让梦特别晕 卫卫有贪在的风景 这个好难 贪是电 贪是光 贪是唯一的神话 梦只爱谈 You are my superstar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蛮能胡周的 就经常自己当卧底的话 也很容易赢 就是别人没有能看出来 我在说谎或者什么 因为我就长了一张非常正直的脸 也会容易相信 就有可能别人说两句非常正直的看着我 或者跟我解释一下 我就能愿意相信他 自己要去投虎吧 救救我 我不认识龙王 我不要嫁给他 就也没想到 那个小丑居然是我 我现在有点怀疑他 就是打一个问号吧 但是后面石头剪刀布 真的承认那个游戏很难 应该跟红雷哥算什么默契吧 因为我现在也一直跟他配合 还没有尝试跟别人配合 其实最开始这个名字是叫Juice 叫果汁 然后后来呢就把这个名字发到网上 然后大家就叫着叫着变成了蛛丝 发现这名字还蛮特别的 就叫蛛丝了 对 布偶吧 布偶是长毛毛嘛 然后他经常掉毛 我呢家里面到处都是头发 就这个掉毛的这个 我觉得我还跟他蛮像的 暗号 我还怕你心碎没人 帮你擦眼泪 拥有你我的世界 才能完美 蒙炭开开快活即来 蒙炭探答案 第三季 5月19日起 每周五十八点 VIP抢先看 很好了 不是呢 白鹿吧 我来当他的爱情保安 很开心 谢谢老板给我八十多天的工作机会 蒙炭的私访之孙 珍妮独家专访 主题问答特辑 我感觉可能还是第二个花千古的那个吧 因为我是觉得人在每个阶段 可能都有属于自己相信的人 最好的朋友 最信任的人 包括爱人 但是可能就是你过了这个时间段 你要允许有情况的变化 就是有人会离开 有人会加入进来 这种感觉 那可能就要安利一下 我们刚刚就是结束放映的那个 《长月静明》 里面帅哥靓女 然后故事情节非常吸引人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跟白鹿吧 人物关系希望是 我继续助攻她 我来当她的爱情保安 哪里考验 一 我替换成萌是吧 萌 她 那女孩对萌说 说萌保护她的萌 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 还要多久 梦才能在她身边 等到放晴的那天 也许梦会比较好一点 哇 厉害 就这样是吗 很好了 不是很难 脑力考验 二 好 三 七 七 六 八 八 好 好 八 八 八 不盘始化绝 有啊 来之前我紧张死了 然后我 就是我之前也看萌探 然后我来之前 我就是把她 恶补 就是全部都补完 我还请教了我一些朋友 就是一些心得 今天感觉自己伪装得还不错 然后跟谁比较玩的有默契 跟志胜老师 他非常相信我 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骗他 我会很开心 谢谢老板给我80多天的工作机会 我一定会再接再厉 好好努力 为公司争光 加油天才 真心话 多救我 多救我 真心话 当然当然 萌探台快活即来 萌探探案 第三季 5月19日起 每周五十八点 VIP抢先看 我最希望跟胡哥老师合作 我觉得我是游戏黑洞 今天有他在 我跟他一对 我觉得也特别有安全感 特别放心 萌探的私访之赵英子独家专访 主题问答特级 三吧 因为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要给彼此自由 我爱你 但是你是自由的 所以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希望他好 只要他好就行 我觉得那就是轮回吧 我觉得他也是那种为爱牺牲的 我最希望跟胡哥老师合作 因为本身我就特别喜欢他 然后我也可以跟他一起探讨演技 学习演技 对 我觉得都可以吧 我觉得都可以吧 师徒啊 情侣啊 或者哥哥妹妹都行 脑力考验 脑力考验 萌是我 自己的全队 好 谢谢 不排史话局 不会 我第一次玩 对 我来的时候问郭纳扎 然后他说不用有压力 他可以带我 对 我觉得还行嘛 当然我觉得我还是要多观察 我也不敢多说话 或者说我怕我又说错话 所以我先观察 然后我觉得下一期来的时候 再大胆地放肆地玩吧 心还没有放开 对 还没太放开 天气还没解放好 我觉得我是游戏黑洞 如果谁跟我配合默契了 那说明他真的是大神 他给了我很多建议 然后给了我很多很多帮助 对我也是特别特别地好 今天有他在 我跟他一对 我觉得也特别有安全感 特别放心 就没有压力 感觉就是很开心 萌探探探案 第三季 5月19日起 每周五十八点 VIP抢先看